方烈 我这边都买好了 你在哪呢 我还在这边排队呢 你快回来吧 我没有那么喜欢喝奶茶 你不喜欢 有人喜欢呀 如果我哥今天要是回去的话 我让他把奶茶带给我一朋友 朋友 什么朋友 方文 方烈又把女人交了 没有 没有 她 她是去 恭喜二位 成为本店第九千九百九十九对情侣顾客 我们有礼物 这位小姐 您刚才 不是和另外一位男士来过吗 这到底 哪个才是您的男朋友呀 您不会是想骗我们的礼物吧 不是不是不是 刚刚那个书五本 这个才是真的 这个是真的 是吗 是的 是的 解释 解释什么 就是 我 店员说 写那个会给我好吃的 我一是 没心就 我就行了 这是两位的纪念品 一对情侣电子表 不要 不要了 你就把我们当作是第九千九百九十八对情侣吧 这个礼物 给下一对情侣 那好吧 还请两位在这里签名 我 我为什么要签 这个 就是 看你记不清自己的身份 毕竟你也是曾经答应过做我女朋友的人 来 来 现在你也是我的人了 请你记住你自己的身份 请不许 请不许 你找到你 你的 那你没人 你不许 你自己的 你不许 他的长相 以后如果他跟别的男人 来这家店的话 请你打电话给我 本人必有重金赏心 谢谢 没错 我想让你帮我弄到你哥的指纹 天哪 怎么回事 我看我看 给我看 都流血了 没事没事 疼不疼啊 没事 我带你去处理一下错 真没事 不行一会细菌感染了 快走 走 真没事 怎么没事快 坐这 我说了真没事 什么没事 把药车 这 这咱多大点伤啊就吃药 不行 资料上显示说了 人类的皮肤表层一旦破裂 就会有细菌趁虚而入 不行 就这点小伤 还没有我哥的眼神杀人呢 你看他的眼神 这倒是真的 每次看我的时候 我也有一种被他杀掉的感觉 不就是去了当甜品店吗 我怎么感觉你对他的态度变了 我是觉得 方冷头就算花心 但他对我 好像是特殊的哦 他那一天对我心跳加速 让我觉得 他好像是真的喜欢我的 你犯傻吧你 他那顶多也就算一时冲动 我告诉你 你一定要稳住阵脚 千万不能够提前沦陷了 不然 不然什么 不然 到时候你就受伤了 变得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 男人经常一时冲动 跟喜欢不喜欢没有关系 如果他真的是一时冲动的话 那 那也好 这样我就不用纠结了 但要是如果 他是认真的话 你傻啊 你要认真的 怎么又会把你推开呢 一个男人喜欢一个女人 那个女人是会感觉到的 你感觉到了吗 感觉到什么 你要说是电流的话 我很快就可以感觉到 实在不行 水流也可以啊 白药吃了 快点 就像以前 你帮我买奶茶一样 不管多远 你都会给我去买的 对吗 嗯 哥 哥 给 不可 不行你必须得喝 哥 你就当我给你赔礼道歉不行吗 我刚才不应该带小七出去的 嗯 药也不喝 包扎也没给你包 怎么就跑了呢 赶紧的 快 哥 抱歉 他怎么回事 我只是想问你 你们刚才在里面聊什么了 没聊什么 就聊了一些感情问题 什么感情问题 那天台风 你是不是跟我表白了呀 你那天心跳得好快啊 其实你对我 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的 所以他就是为了这个跟我闹别扭吗 我不知道啊 你确定你不是因为喜欢我才会心跳的吗 你觉得现在适合谈这件事情吗 怎么不适合 反正只有我们两个人 你能不能告诉我 怎么才能让你心跳 有时候真的在想你到底有没有掌心 嗯 哦 哦